梁戒兄哥 下流 啊哈哈哈哈 啊 兄哥來的時候我們就要先來開始 開始一段的報題是 萬華做起的總教人 跟粉酒大綠水的文材 斷粉的一割主秀論 哈哈哈哈哈哈 梁戒兄哥梁戒先生 今天來到我們 尾汗正在所有一期直播現場 先跟那個兄哥說聲晚安 辛苦了齁 雙擊就辛苦了齁 來兄哥給大家夢遊拍一下 好 夢遊喔 哈哈哈哈 手腕心喔 黑白龍軍啊 黑白龍軍啊 黑白龍軍我知道 黑白龍軍南京興 別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哇 嗯 等一下等一下 瞧瞧瞧 我小時候看補隊 那是響哥你去配音的嗎 哈哈哈哈 剛才一句怎麼會想 人的失敗就是我的快樂 哈哈哈哈 幽靈買車 為什麼他的買車 買是沒有肉還是什麼 幽靈啊 幽靈買車 幽靈就是 我不會說 男公恨的吧 男公恨的吧 男公恨嘛 他也是一個厲害的角色 他好像輸過嗎 正義輸就黑八分明 黑他是這樣嗎 黑八 他的臉什麼一瓶黑 他是怪他那一瓶你 他叫我車到 真的假的 叫我車到就對了 黑八 叫我車到就對了 後來就變成黑八合流就對了 變成黑 有去想到過就對了 是 喔這樣喔 素就是 有去做得到 有去做得到 那不是大家都用 瘦環筋這個什麼黑白龍筋 沒有 瘦環筋 那個確診的還會隔離 瘦環筋確診喔 哈哈哈 那一瓶很大瓶耶 這大瓶耶 這 這 你怎麼超黑 這要兩手 要兩手 那很長嗎 還有腳喔 不是 不是 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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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賣錢耶 這喔 喔你這精緻的耶 他算我打折 他給我打折 去哪裡買 去婚姻買喔 我 我把那個金工放在黃玉冬 黃玉冬有簽名 喔這樣喔 好像比較沒有六萬啦 這樣我也不會比較錢啊 這麼大三個 啊你會 你會操偶嗎 看 看 看電視 自己擋人 欸啊 還操偶 我今天要直播之前 我剛才在YT有先預告 那有 應該是 台湾 還是台中的網友 說 不要 可不可以講普通話啊 可以啊 可以啊 我說沒關係 我就說台語比較順 普通話 普通話 反正我那小編告訴你 重點 他會加起來上字啊 配合台外的網友 喔 今天就講普通話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 不過看著你我都說台語耶 我習慣習慣了 啊 好啦好啦 我們雙聲帶切換了 好 跟那個各位現在目前在線上的網友 道聲晚安 今天請到的是台南市長候選人謝龍介 那 基本上呢 這個請到龍介 不需自戒 我們不用自我介紹 龍哥漢弟 我們是 自己人啦 這是絕對 修庭告代 但是 那我還什麼時候去幫 謝龍介站台 我都沒有在站台 因為說媒體人 我今天人不是媒體人 你就看到我跟文神一樣 看到我腳上有兄哥 我在這裡先放上一個 我在開車 要用免職聽筒喔 說兄哥今天晚上要說什麼 有不可以嗎 最近你 兄哥跟我說一個事 我的心這樣就在這裡 我待會 因為買福 我待會看到 感謝文三伯 大家知道嗎 各位文三伯 大家了解 有認識嗎 兄哥說這段期間都經常這樣 三不五十 就跑來台南 幫你搭三天 搭訪什麼 小聽 小聽 不是你出錢跟他搶就對了 沒有啊 說錢就不會大半 我跟你說 民用材高 金融會期 君主機高 淡如水 金材如 本土一般 所以這是 真心相挺 文三伯 很感動 我很感動 因為 他去幫你幫忙什麼 因為文三伯跟我 只有我們啊 結合我們可以 深入到 基層的農村跟漁村 他搭你去農村漁村喔 農村漁村 如果你走不進去 那在這邊恐怕 你就很難 有翻盤的機會 所以我們是在 博取最後那一點點 翻盤的機會 所以我要先 我就是從北門學甲七谷將軍這一帶 先走到這邊 然後 農漁村呢 每個村裡面那個大的廟 就信仰中心 那我們就是 拜拜 然後拜拜以後呢 就在廟口開獎 跟鄉親直接對話 然後交換意見 再來就是車隊遊行 然後因為上了車以後 文三伯 他也是鐵拿獲的 他也是很厲害 哦 你們兩個自己走不走不走這樣嗎 只有我們兩個啦 沒有別人 你這樣說到要鬧 因為 像來賓來 如果 有機會 來賓來的話 怎麼可能 人家也 很多人 現在這次有都選舉嘛 我們不會 你看我 每天都瘦聲 瘦聲現在睡起來 天更好 現在又吵吵吵 吵到會不會 沒有過 又吵吵 所以我都 一定要喝小茶 吼 吼吼吼 吼吼吼 吼吼吼吼 吼吼 吼吼 你現在在台南的選情 你剛才也說 變成翻盤 我聽到我待來就忘記了 我現在比較正式的 說一下 文三伯 三伯 感謝你 經激收聽 香港跟我說 你這樣常常去 聽到我覺得很感動 請你吃飯 文三伯 來台北我請你吃飯 還是我去高雄找你 好 這段先要表態一下 我是要說 感謝文三哥 但是翻回來講 我要跟 聽到我們今天 兄弟直播 也要 我也是關心你的總控 因為很多人也在講 我自己的 就是 拋開我們兩個的私交來講 你要叫我分析台南 台南綠道出資 撐到出資 很困難 聽說你現在的狀況如何 我先第一個一個來問 現在選情怎麼樣 你在台南 跑的狀況怎麼樣 覺得 狀況有沒有拉近 我看民調差很多 很熱情 我舉個例子 像 麻豆 北門 雪甲 南區 七股 這個以前 08年 到12年 馬總統大贏的時候 贏的時候 在這邊 也不過30%選票 你說2008年 馬總統在700多萬的孫 現在才拿到30%而已 08年是 馬總統在 在那個 台南市營 市區營 縣區沒有營 就對了 然後在 我剛剛講的 北門 雪甲這邊 一概大概都是 28 30 就私募於買越多 那個時候就好像 票也沒有吹出來 那一直到16年 那 朱主席 參選 換住以後參選 那是更 更低 那就大概21 22% 蛤 剩幾十%而已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我問一下 你說 北門雪甲將軍 那是余文 你養魚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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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剛才說的時候 我聽到 你說是2012年喔 對 對 他已經去馬英九 我不會出賣台灣 我只會出賣台灣的 魚跟農產品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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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把台灣 跟魚買過 對 對 台南的 你說 北門雪甲 賺到錢 一樣 開30%就對了 對 就沒有啊 30%沒有 弄了這些 對 幫助台南地方的這些 養殖愉悅的 農漁民 那就是說 像我上次喔 在麻豆補選立委的時候 我就拿到44% 麻豆44% 雖然輸但是 44% 而且我破了就是說 在麻豆有兩個票箱 我是贏的啦 喔 喔 就一個改變 從來沒有發生過就對了 對 這一次呢 文旦這次我又去看了他們 關心一下 所以造成 有史以來第一次農委會 在中秋節過了以後 還在收購大德 大的文旦 那 今天那個文旦農專 大家專門外投就對了 繼續買 買完之後就對了 會怕 喔 剛才我他們真的會怕 會怕 然後台南市政府就做了廣告 說 今年麻豆文旦銷售一空 喔 我昨天質詢就問黃市長 我說 市長請問麻豆文旦真的銷售一空嗎 好 結果 9月14 就上個禮拜 9月14跟9月15 又開始收購32個產銷班 收到 大概有400 30個產銷班 大概有400到500個農民 每一位農民可以再收 1000斤 就是再給你買1000斤 嗯 那1000斤的話 500個就50萬斤喔 嗯 所以 怎麼哪裡有銷售一空 好 那14號15號說完了 昨天我直覺的時候 還在收 昨天是收後面那 那10個班 產銷班 嗯 所以 用強大的行政資源來做這種宣傳 然後 你說我怎麼能突破 我有不斷的往農村漁村去 然後去跟鄉親直接對話 理性的呼喚 那你剛剛提的 雪甲北門 齊骨這邊 因為重電頻繁 然後施木魚 為什麼阿東要漲價 確實 施木魚已經回不去了 因為產業結構在變 現在施木魚變很貴就對了 對 你可以問文三博 因為回不去 就是說 不是說變很貴 慢慢產量也會減少 因為那個 你搭了太陽能以後 太陽能板在上面 那你擋住 那餘溫下面的水 就溫度降低嘛 曬不到太陽 對不對 那你知道我們太陽的 沒有 漁溫也可以重電喔 蛤 漁溫也可以重電喔 蛤 就是真的 會漁溫也是去面上太陽能板喔 阿對 他就是 這樣喔 喔 打了機裝 然後上面就 太陽能板 因為我想這樣問一下 兄哥因為我知道有的是 那裡 不然你種什麼 水垢的翁仔的時候 不然去種的時候 整片農田重電這個我知道 他就沒種了嗎 那現在說漁溫是說 會漁溫是說 還漁溫是去面上太陽能板 他們叫做魚電共生 其實這種東西就是電生魚食 因為 魚仔會死喔 你要了解就是說 我們虱目魚就是說 你到達攝氏12.5度的時候 他就無法咬河 就像你中風一樣 就不能 我有聽你說過 12.5度 他就無法咬河 那台南假如12.5度的時候 高雄還會有14度 對對對 你跟我說差一塊 那個溫度又不一樣 高雄的虱目魚 他可以度過冬天 所以在春天的時候 過年那個時候一年一過 虱目魚的價格都會拉到很高 在餘溫一斤都可以賣到將近70塊 一般有時候平時有時候只23-24塊 所以他高雄因為他尾度比較低 他可以過了冬天 那台南就很難 可能會碰到一個很幸運 今年都沒有寒流來 那你壓過冬天你會賺錢 如果沒有你就血本無歸 所以 台南的漁民他 會要去客戶 冬天就是那個 差不多五吋 六吋的 萬一 沒有過 掛掉了 他損失不會很大 那現在 當你太陽能板在上面的時候 這個水曬不到太陽 他就降了一到兩度 那等於說 寒流來如果14度 本來14度不會有事 可是 你這個沒有曬到 太陽的 這個余溫的水 他會更低 他現在的太陽能板是放在余溫的上頭嗎 對 他不是放在溫體喔 他是在水地面上喔 他就在余溫 整塊這樣都扎起來就對了 打了激裝以後 太陽能板就在激裝上面 這樣會有賺多少 他就一組二十年 再來就是很多養魚的 他不是移溫的主人 他是問住反問住 地主歸地主 然後地主有權力租給太陽能 他收錢 然後余溫本來是給我養一年 譬如說一公頃 一年我付個四五萬塊 那現在也許他說 勇敢你又繼續養 你只要一兩萬塊就好了 因為我收了太陽能的錢 可是我一兩萬塊我沒有意義啊 我養不活啊 產量減少 溫度變化 環境改變 這個整個產業會 慢慢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然後尤其是今年跟去年 去年到今年 甚至到明年 就是因為在建設的過程 你在打激裝 就不可能放養 你就沒錢了 那魚可能就刷一百地就對了 這邊你做的工程 他在建設那段期間你不會養啊 他就要停啊 所以產量當然會減少啊 那以後等他建設完成了 他開始收電了 可是下面的漁溫 那個環境生態已經改變 不是你原本的養的魚種可以活了 所以我們走到農村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抱怨 他們希望說做個改變 然後他們做了很多不一樣的 譬如說 整個太陽能板 一片很大片 那我村莊就在我人做這個地方 那我這邊是北邊 然後你這個餘溫在這邊 所以太陽從東邊一上來 然後一直走走到往南偏往西的時候 大概在下午兩三點 那整個反射上來 整個村莊的溫度又拉高 然後整個光害全部進來 那你也不協調 對不對 你強行開幹啊 就把人家太陽能板做上去啊 那你也不跟住戶協調啊 也不跟居民協調 他有生存權 所以這個我去啊 我都有答應他們 只要我當上市長 我當前我一定都給你處理 要處理 這就已經斬起來了 要處理 起碼離住家要100公尺吧 一兩百公尺 拜託40公尺他就幹了 他就把那個太陽能板裝上去啊 你家裡願意嗎 然後 這個是台電來裝的還是怎樣 不是不是 那業者歸業者 他是裝了以後 要賣電給台電 你是業者 你去裝 裝好了以後 台電再跟你弄虧線 做虧線 把電引回到我們的電網 那個破斷才是台電的 憲哥你現在去那個 有 漁店共生的地方 那個 漁民有跟你反映這個問題 算很多人 你說的就對了 這樣吧 我們現在網路上面 我們的聊天室 有一個網友叫做 VC Lucas 他說沒有啦 他說如果是蓋在漁溫 溫堤上了就不會 那個謝謝這位網友 因為剛剛那個 憲哥在講的 他說在溫堤上面 可能就是那個 路你走的地方 不是溫堤啊 對啦 所以我就講嘛 我們大家都好話說這個 憲哥既然 那這樣了 你怎麼去養頤 你坐在漁溫的儀房上 你怎麼去養 你就走不走 對不對 你走路要走的 對啊 對啦 所以網友有意見OK 但是憲哥現在講的是 他親自到這個 下鄉去看到的狀況 要養魚要撒溜溜 你怎麼有可能 那個 那就是養魚你走的路 怎麼跟田梗一樣 問題就是田梗嘛 對吧 你如果整個都去走 一種是打雞裝嘛 一種是用那個福銅 就像你看日月潭那個重電一樣 用福銅浮在漁溫上面 然後太陽能板架在上面 那裡要怎麼養魚 要養什麼 你怎麼作業 對不對 現在漁民現在要接受去做漁電工生 漁民不是地主 是這樣喔 所以漁溫的地主說要去 他還要賺一條就對了 這樣我知道 漁民他都不是地主 漁民他都不是地主 真的有保祖還是怎樣 保祖的地主就對了 保祖的地主提起的保祖 這樣啦 所以 所以好 我們現在外國說回來 所以你說會影響到三百魚就對了 所以生態改變嘛 養殖環境改變了 會產業全部改變 這應該就 因為 漁民變兩百多塊才有關係 有嗎 有關係喔 能源政策改變了以後 就造成你為了要 重太陽能 重電 所以變成 這個生態必須改變 那當時他們是評估說 這裡是不好生存 這個土地 鹽分比較高 所以開放這一區 他不知道這一區 剛好很多是養魚的嘛 喔 那你既然開放 你是不是應該會有配套 然後你也要協調 漁民的權益 這些問題很多了 所以 這次就是說我下去這裡 聽他們這樣 大家為什麼對我會這麼熱情 然後你用謹慮 強勢的謹慮排除 然後讓業者施工 強力進場 這個都造成民怨很大 還有用謹慮喔 喔 然後逮捕了好幾個人 就他們出來 不是你現在說這個 我都 你說這個我都不知道 我都沒看到什麼 你沒有在報 拜託的 你們怎麼 你說到我幾個都 你有沒有看到這樣 黑人問號有沒有 不知道你說什麼 你說去重店 然後 還有警察來 還要排除 地主要主 我不知道 還有這個新聞 我為什麼會在 議會 告那個金花局長 我為什麼去地檢署告 也沒有人要報 然後他說 我放他的錄音 他說要拿 拿建設去換選票 這個在台北那個勞工序 不是死了嗎 下台了嗎 在台南也沒事啊 沒有人要報 連我在這邊選舉 走了107場廟口開箱 你也沒看到 蛤 107場 是啊 你已經去廟口 107場了 你已經去廟口 107場了 蛤 107場 嚇壞 嚇壞 兩娃漢地 就不知道 我已經走 我知道你都走得很辛苦 已經走百多電話 你去走的時候 有記者來拍嗎 有的沒有 你如果沒看到 也沒看到 有的來是要問問題 回到時候 反正也沒有咬就對了 每一集都做幾桌 反應畫面 謝榮介今天也去哪裏 三四五秒就過了 這樣說起來 媒體沒有優勢 沒有適度的曝光 大前天 就是禮拜天 那個地震 我剛好在夏淫的 慶福宮 中壇元帥 我聊得很大 然後我們就 改變拜廟的造勢 我們本來是百廟祈福 我們就說 希望這個 中壇元帥 中壇元帥 爹元帥元帥 爹元帥元帥 爹元帥 丹元帥元帥 第一時間就這樣 然後慰問 商責對不對 慰問栽民 我們隨機應變 因為 後來 隔天 不是所有很多政治人物活動都停了嗎 對 我們當天就是 轉變成為栽民祈福 他一直在拜一拜 拜完就回台南回總部 你走一百空氣場 你現在走到幹嘛 你都在台南各地的廟宇都去那邊 你怎麼走 你去廟宇拿奉扇頭奉扇嗎 對啊 我拿麥克風每天 你去看各位網友 去看FB看完 很精彩 我跟鄉親對外 跟政見在廟宇說出我的十大保證 對不對 也許很多網友 我現在叫小編 進到廟的時候要先拍神像 因為每一根神像都雕刻得很漂亮 喔 神像就對了 你十大保證是什麼 你剛才說十大保證是什麼 因為十大保證 那就是我的建設 老人健保免費 六都只有我們台南沒有補助老人健保 繳到現在 像老人憑報 我還在叫 你台中不必須 高雄不必須 我不知道 小人台南無錢喔 太無錢 高雄負責要三千億就沒得到 我們負責五百幾億的命 所以 台南的老人是要繳健保 你這條就撞下去 你就有票了 老人很多天 我就說 因為 幾歲幾歲啦 65歲以上喔 30年長期執政 就是說他們覺得 他們內部就覺得 不必做什麼事 反正台南市民都還會繼續投給他們 對那些就贏了 就對了 所以我才講 老人健保免費 老人健保免費 午餐免費 生育補助三萬 第一胎 第二胎五萬 然後 這個 尿庫免費 只尿庫啊 你知道 你們小孩出事 到他三會半 大廚不用再下入住 你知道嗎 你們小孩 給你下幾個 你知道嗎 好 我猜 大家 每個月都去看幾個 我怎麼算 我沒有算 我三個 對吧 一人 八台至十二台 十五台不定 有的 一小時就換一台 一小時就換一台 一台要十幾塊 大概用掉 因為 尿部傷 有 統計 統計 一個孩子 會用掉四千塊的子尿庫 四千塊喔 四千個 一輩子喔 三年半左右 四千 所以 要差到五萬 他就大概可以省三萬六到四萬 我補助你三萬 我們孩子那種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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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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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三萬六嘛 大概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台南市的 台南市的出生率特別多 我有 六度裡面最多 合併以後 前五年 一百年到一百零四年 出生嬰兒 一萬五千五百人 平均 一年喔 一百零五年到一百零九年 平均變成一萬兩千五百個 一萬兩千個 一年才一萬花而已喔 來 一百一十年開始 一百一十年就去年 只剩下九千六百四十三 九千六百四十三個 哎 好 九千六百四十四的 九千六百四十 一天 整個台南市佔你大到三十個而已 今年 到六月底是四千三百四十六 所以 要聽半 你到年底大概不到八千七 不到九千了啦 就不會超過九千了 沒有就過了 對對對四千三嘛 好 那你這樣 一年背貌一年糟人 所以你不鼓勵他 我說我要補助這個 黃市長說 不是這樣沒有效啦 不是給錢就有效 你給錢他都不生了 你不給錢他還幫你生嗎 嗯嗯 所以現在年輕人喔 可憐啦 要亂來 不敢結婚 不敢生小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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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兩家兄把你倒生再倒氣 對不對 倒生 人會想什麼 倒生 就是說 每個月再給你八千到一萬 就是說中央 中央是補助五千 第二胎六千 第三胎是七千嘛 然後我再加三千嘛 沒有 聽說你這樣的政策 聽起來都不錯 人家一定問你這個問題說 如果有錢走就方便走就走 這有可能 到時候找不到錢你就做不夠了 對不對 是不是 有錢沒有錢 叫做工夫嘛 對不對 會怎麼做的大家青銀 不會怎麼做的大家你就枯燥錢 那麽糊糊糊糊 你少一點官商勾結 我跟你講 這些錢都來了啦 哈哈哈 台南市一年一千億耶 我跟你講 2019年 一動算 他說他沒有要變 老人健保他沒有要變 如果變了財政會倒 然後他又指到台北 老人健保多少錢 來我聽說 老人健保多少錢 18億 喔 今年一千億 沒有18億喔 對 沒有 他2019年 他就接受那個 金州勘訪問嘛 然後他就講說 盧秀燕 因為 胡志強就有補助啦 然後他把 林佳龍把他廢掉 盧秀燕說我要回復 這個老人健保的補助 這個 黃偉德說什麼 台南市財政會倒 如果編了會倒 台中市 不能編 如果編了盧秀燕 盧秀燕 財政也會倒 這個 台中不但沒有倒 還越做越好 台中市一年編 因為人口比較多 22億8千萬 喔 台中市林佳龍之後盧秀燕編回來就對了 對 所以你謝龍健來當選 你也一定編回來 你說話要做夠喔 你如果動選一定 好 民主一年一兆 蕭林千年無用 你說這個雷就大家很清楚 台中就胡志強編 林佳龍賣 盧秀燕又動選 他就做回來 你說會倒 那高雄負債三千億 對不對 也沒有倒 那他也是補助老人健保 那為什麼台南做不到 你說你是財政的模範生 我問你 你財政模範生在哪裡 你那些官商勾結 為什麼 上來都真的稅 你花在哪裡 我問你 市長你有做什麼事情 你說我聽一條就好 你說一條北外環道路 我說 拜託 那條蕭林鐵做的 蕭林鐵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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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啊 這是黃偉哲市長當年他做的 哦 哦 對啦 不要跟我們拼 對 別人做的 別人說你做的 太高生 對嗎 不要這樣 所以 我們不但這個補助好 而且 很多北漂的 年輕人 跟我講 他回來 我說你把創意帶回來 南部發展 到故鄉回來 你說我回去 生活壓力很大 我想哪 他說他要租房子 拜託 你們家有家 你是怎麼要租房子 他說 你不知道 我們爸爸媽媽 他們都八九點就睡了 因為你知道嗎 鎮腳他們的歐利桑 歐巴桑都 以前睡 他說我如果我回去 會影響到他們的作息 沒有回去沒有事情 他剛好以前去對不對 那我身經水都整理 因為我既然要回去創業 對 我就是每天一定會幹到十一二點 甚至一點兩點 生活習慣不一樣 對 所以我必須租房子 我說 不錯 他這麼孝順 我說那好 你創業需要幾年的時間 他說我大概要 四到六年 他會我的事業基礎穩固 所以我才提出006688 就是我的青年宅 你們回來 前兩年你要創業回來 前兩年00不用租金 你不用六收金 大便錢 第四年打六折 假如一個月七千 那你就繳四千二 第五年第六年打八折 006688完了 六年給你打基礎 你就有二十年可以大進步 對不對 所以六年 006688 你們都來6688 然後我就換新的年輕人再回來 我後面的 哪裡哪裡哪裡 你說哪裡哪裡 就帶在家裡 青年住宅 是已經有的青年住宅 是怎樣 只租不賣 譬如說 你現在有房子 市政府社會局去創業 市政府 對對對 我就把你投租貸管 我已經集中了 譬如說 未來的 未來 漢哥 因為 你跟前兩年00 大家就撞到老皮會 00 頭上兩年不用錢 大家都 抽籤都抽金 所以我要大量去找這些住宅 對不對 這就是錢 你遇到什麼 來 所以為什麼我去看新北市 侯友宜的公託中心 為什麼新北市可以做120家 台南市只做12家 要有方法 要有心 不能有嘴 沒心 假消金 拜託 新年住宅 未來的30年 我們過世的人 留下來的房子 是有70萬棟 那麼多喔 沒有啊 他的房子 他過了之後 他們家裡的 會怕他會接去 以我們的平均壽命82歲來說 好 那現在 60歲 52歲 等於82歲 30年 未來30年 離開人事的這些人 會留下70萬棟 的房子 薛誠太 你知道嗎 我知道 然後 這70萬棟 我們假算35萬棟 是你繼承人 繼續使用 那有35萬棟 是被繼承了 但是他沒有用 沒有用 也可能去賣 二手屋 或怎麼樣 但是 還有一部分就是說 你沒有用 所以我政府就要出來 包租貸管 我幫你貸管 你租給我 租給市政府 喔 這樣對 然後我讓青年來住 然後我讓青年來住 所以你要 這樣 了解 了解 因為有當時 是大人貴翁時 他本來都有所謂的地方 他不可能去接他那間房子 也沒想到賣掉 你說 漸市市政府來租 這樣是ok的 okok 這樣的話 大量的青年住宅 然後社會 你也不必蓋新的 不必那麼大的成本 嗯 他要用口袋 喔 聽說你這裡的政見都不錯 當然 這是因為台南 譬如說 好啦 你這樣說 你如果是在台北市 你如果是在北市 還是台中市的時候 主人人就會拿出來說 不然就是包含你 我看張凱翔也跟你們直播 你跟柯智恩 你們兩個定義是 在台南跟高雄 弄不出去了 對吧 辣兄爛妹 辣兄爛妹 龍哥漢弟 欸各位網友 我們今天晚上這樣直播 我很久沒有接網友的直接提問 你不一定要問問題 你摳進來以後 我給你上框 你跟龍劍俠哥講兩句話 咬咬油渣也可以 來大家開始舉手 等一下會來開始接 我很久沒有接了 我剛好看到有講個人舉手 我想要接 可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系統的關係 怎麼會接不起來 我現在按看看 那如果你有被接起來的時候 你自己麥克風先關起來 咬不去插到 你現在想要跟龍劍俠哥講話的人 都來我們的這個聊天室的右下角那邊 舉手的按鈕把它按下去 好 然後按下去以後 像我剛剛按的這個 這個叫台北劍良 上了嗎 上了上了 劍良你先把你的聲音 自己先關起來 還是我來弄 你先把你的聲音關起來 對等一下我叫你的時候再來 ok ok 好 所以我想要跟龍劍俠哥講話的這些網友 等一下一個一個舉手在右下 這台北劍良 好 我來跟大家講 劍良 來劍龍你把聲音打開了 我們開始來跟你對話了 來 董建仙 你好 劍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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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加油加油 希望可以這次可以翻轉台南 唯一支持龍劍俠哥 背水一戰 謝謝謝謝 欸啊 台北劍良你叫台北劍良你人在台北 對吧 對 啊你有你有沒有台南的朋友 哈哈 有啊有啊 一定要幫幫忙龍劍俠哥 有啊有啊 好好好 ok你支持謝龍劍俠哥是不是 對 對啊 對啊 這樣 這樣 因為龍劍俠哥很有魄力 希望他可以做好市政 為 台南市民摩福利 欸台南很綠欸 不好選欸 外面四十年了 沒辦法 還是要還是要加油 啊 喔這樣啦 好好好 ok 謝謝劍良 嘿 你在滾笑 你現在是在開玩笑 沒有 因為 因為樓地板開始算啊 像三十八對不對 有嗎 這樣 三十五八有嗎 啊你說什麼 我四十八台 四十八台 你有信心你也可以拿到四十八就對了 等一下啊還有crazy呢 還有crazy friday呢 什麼錢沒關係 那個老當益壯不錯 那老當益壯不錯 那樓地板喔 身體不錯 嘿 齁 樓地板身體不錯 哈哈 真的啦 啊所以 你說三次 嘿 和我有病啦 身體不錯 好人 好人 但是 大家都 鄉親知道嘛 只有我 今天有一堵死贏而已 齁 齁 所以我為什麼 我先走從農村魚川下去 嗯 農村魚川可以接受這個孝酸林 這個孝酸林就有 他們跟我講 這樣齁 你們國民黨齁 除了你吃兩天以外 沒有人可以進來農村裡面 嗯 啊我其實這樣嘛 不管你吃魚 吃蝦子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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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政策 所有他說什麼我都可以對答 我知道通路行銷 大盤 中盤 我們知道貴婚要收 貴婚什麼 貴廖 一切農民 他說你才會知道 我在跟農民幫忙 農民有困難 我會他請教 他會幫我教 你越客氣給我問 他就會幫你教 因為我晚上要去跟農民 要種 他會把我教 怕我種出來比他好吃 他都會不會這樣 所以他會覺得 你是替他解決我的問題 不是去抽成你的 我們台南的米很好吃 所以這米 那時候 我一直在幫他們找通路 你知道嗎 那因為 大陸 廣東這些朋友 他吃的是香米 那我們是梗米 吃比較不會 不一樣 我們的米比較Q 他們的米就像泰國米在炒飯 香米比較長就對了 對 對 我們那是梗米 台灣的是梗米 我們的米比較硬 比較Q 所以我們的米呢 北方 如果像上海市場打開 哇 我們台灣的米 金磚米 在台中 價錢還好 所以 這是要去 收客 當然 現在 民進黨 當時 他就覺得 不要貪大陸 說太多 對啦 萬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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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的農民一天工作4到5個小時 住別墅 我們的農民一天工作12個小時 住鐵皮屋 夠公平 米國是怎麼很像 不同的工時 我們工時兩三倍 那我們的收益 然後我們的這個生活 怎麼會差那麼多 然後再給個老農補助 七千塊 那什麼補助 都是靠補助 這樣對 所以 一定要有一個 通路 然後 市場 再來就是回來 提升養殖 包括說機能 要怎麼提升環境 提升三菱 產業要升級 新農才願意回來 不然老農已經七八十了 還在做很可憐 所以 這是一個概念 你不願意對症下藥 這個問題就永遠無解 聽說這有一個 讓我們台灣的這些農民 真的好像沒有退休的 一直做 做到老公裡做 四年前 你會記得 一次 在頭上 讓我去婚聯法 那在 餐廳的熱市 對 對 對 所以 我說這個 政府 農委會 就是打嘴炮而已 我告訴人 這四年 農委會空轉 整個農業政策 都沒有提升 農委會現在就是網路 專門在馬郎這樣 對 對 一四五零 你 哎呦 對啊 你雞能為什麼要欠 中雞到要生兩個月 那因為禽流感的問題 你知道 候鳥來了 他就放禽流感了 所以為什麼你不能把這些錢 補助在機場 讓他環境提升 嗯 然後做一個溫室 然後 恆溫恆思管理 那他就不會受到外在影響 那他的產能 產能就會穩定 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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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熱 他也不生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是溫室裡面 你就可以恆溫 你可以控制運動 特別應用他的生能 那個產能啊 對不對 嗯 這兩個 哎 台灣你看那個情義 那個他們專門在養雞的 對 對 對 那為什麼他他投資 你長年算下來 他回收了 雖然成本高 但你農委會就是要補助那些 中型以上的養雞場 我幫你補助 我讓你整個養殖環境做全面提升 哎 這兩是大家每天要吃的東西 你政府為什麼不針對這個去 中外賣賣 到養賣到養賣 嗯 聽說我聽你講這個農業的東西 到這兩年來的時候 我覺得你越說越深入 因為你都去走 地方去了解這個農漁民 對嗎 你要問他 他會告訴你的 對 因為你本來 你以前說你以前經商 你也做建築 你不是農業 你不是農民出身的 對嗎 不是不是不是 結果你現在對於這 對於這農漁民 你都越來越了解 我想說 他聽你說越說越深入 雞子也知道 魚子也知道 對啊 他會告訴你 他不願意跟官員講 他說 我告肥會這樣 我告訴他們 不然要做 但為什麼他願意說給我們 他說你有希望 我感覺你可以改變我們台灣 對啊 台南的這些農漁民的人口比例是多少 蛤 所以你剛才告訴我 你今天說這個 我有想到一個重點 你覺得你再怎麼樣40% 你對自己有信心 雖然選情是艱困 但是你是覺得說你40%起跳就對了 我現在只要再拼5%我就當選了 蛤 喔 一個50一個40就對了 這樣喔 他們三個可以拿到將近10%嗎 你說林毅峰跟誰 對啊 他們三個是誰 另外一個 許 我不會不知道 抱歉 抱歉 其他我只知道憲哥而已 對吧 跟你憲哥 你有當時說我都不知道 你看你們就不知道 有幾個 五個喔 五個 抱歉 抱歉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三個而已 五個 所以你說 你說你跟黃偉哲以外的三個 來來來 你說你就是 就是除了藍綠兩個主要候選人之外 你覺得另外三個有可能拿到10%就對了 是不是 對啊 好那就是剩下90%嘛 嗯 那90%你只要拿 那你現在認為你有40% 4%嘛 那你拿5% 5.1% 45.1%你就贏了就對了 我還 對 你來行 對吧 對 啊我問這個問題 兄哥 舉手發問喔 你剛才說的 去漁溫 漁店共生 種店 人家跟你抱怨 去 農民那時候 他拿什麼東西做不好的時候 他們跟你 跟你說他的困難 啊黃偉哲咧 他現在是市長 他跟這些農民是 有信啊不信啊 他有了解嗎 啊 啊 辦公室找人去 啊跟林武塔業者去吃日本料理 他才有時間去找這些農民業者 你說要摸摸牙嗎 喔 那事情現在怎麼樣啊 你說就是我們很久沒有 沒有當地直播 那怎麼好像就沒有後續了 有啦 才沒有後續 沒辦法來 我告訴你我前天 那個到 禮拜天在夏營 我剛才不是跟他說去蝴蝶補 有沒有 嗯 我又學到一行啦 農民又給我教一行 嗯 因為蝴蝶有很多在吃牛蝶子 火很大隻很漂亮 我聽說 我是台南市長浩酸年吃龍蝶 各位鄉親是大 龍蝶在這裡要跟大家問好 我看蝴蝶一個招出來 噢 噢 他掉了啦 噢 我想說 哪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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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拜託的啦 哪裡哪裡哪裡 你看 你怎麼知道是怎樣 這是什麼啦 你怎麼 你怎麼 啊 還在那裡 對呀 揮揮手感動在心 就說等一等一 他不是這樣啦 我到底想啦 裡面那個蝴蝶子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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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意思啦 你說話蝴蝶子你走 蛤子會怕 你大聲 不要鼓子用的 噢 噢 噢 所以他這樣 比他是說 小聲 小聲就對了 我們只是在鼓子會手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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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裡啦 在哪裡啦 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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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是什麼 是你送還是阿姨 你幫我幫你送一下 我拜託 會贏就對了 對對對 因為我站在戰車上面 噢 歐歐歐歐 我在這車上 我看到裡面 哇 一頂鵝啊 這樣 這位 會贏的逆送 齊鵝的逆送 齁 你用給兄哥 拉拔送送 給你 嚇到 直接給你 抱歉 各位網友 如果你遇到像這種農村 你千萬不要放鞭炮 鵝會怕是不是 噢 會怕 你今天說成我們變 金智農村 你講的這些我都不知道 因為我沒有政產啊 噢這都是你 所以各位網友 今天直播你有沒有發現 因為以為大家講很多政治 其實沒有耶 我覺得跟兄哥好好跟他聊聊天 可是聊天過程中也知道說 這一陣子 謝榮介 跟之前 前兩年在 每天在電視台上面 你看到在 正中節目的謝榮介 不太一樣 好 你在台南地方 你大部分時間都在台南嘛 你現在也很 對 就是選區在台南 本命區域就好好經營嘛 那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今天跟農建俠哥直播 欸我發現不一樣 他對農村的了解 比我之前 半年前 一年且認識的謝榮介 更深 那為什麼更深 因為他真的下去了 連剛剛那個他不講我不知道 喔原來鵝是不能大聲的就對了 嘿嘿嘿嘿 嘿嘿嘿 不要哭 欸 欸 啊如果去西郎的地方 話一笑說 啊 哇 沖沖沖沖 那不就跳起來 你就去香港了 不行 五位 要軟沖就對了 會怕到就對了 喔 這樣我知道 好啦 今天跟農哥直播 真的啦 因為身為漢帝 是全心全意 也是希望農哥選舉順利 但是回到平日圓這個身分的話 從第一天我就這麼說了 農哥也是很有風度的說 對啊 當然知道困難啊 不然你會比一輪更加困難 他在那裡選 他比你更加困難 問題是 努力拼下去嘛 對吧 現在看起來是怎麼樣 你自己評估 還有六十幾天 來 最不含無語之松柏 嗯 勢不含無語之君子 齁 最不含無語之最佩 就是平天率地 你比較知道說 那最佩的境 對不對 啊 松柏 齁 啊 事不含無語之君子 知道這事情很困難 不然我們看出一個 有誤力的君子 有毅力的 嗯 所以你剛才有困難啊 求 你的人生就沒什麼勇氣 你要正面條件 尤其是條件很嚴格 吼 捍衛是非公 你說後面還有 你是 你對於那個陶三燕那個 你還會有繼續 因為我知道事實只有一個 嗯 他說謊然後說謊以後就講 他只吃過一次飯 我想你們在媒體都看到 我想你們在媒體都看到 我站得出來 有兩次 嗯 第一次二十分鐘 然後在神田 他走完了以後打包 啊 嗯 他說那對啊就是打包 我沒有吃 我說你吃一個材料 比較打包 他就說 那他沒要算就對了 那他就說這樣 哦 沒有啦 重點不是有吃到東西嗎 你有去那個飯局嘛 然後第二個 然後第二個 陶三燕 他說他只待二十分鐘就離開了 後面讓律師去跟他對 不對 我去問陶三的服務生 黃偉哲從頭做到尾兩個小時 是律師去旁邊談就對了 哦 這樣說的不對啊 對吧 說法 所以我早就跟你說 嗯 如果我說的不對 我退選 哦 你拉到這麼長哦 如果你的指控不對 你退選就對了 啊對 然後他說 他隨便拿證據出來你就對了 對吧 啊我說啊你咧 市長你咧 你咧 你知道他給我按嗎 我交給市民決定啊 哈哈 很厲害 哦 好啦 我了解了 所以其實 我相信這個陶三燕 神田燕這個 這個之前 我這個陶三燕 另外一個集合有跟 他還專訪過嘛 好 講得很清楚了 但是其實就是這樣了 台灣其實 台南跟高雄真的是很綠 所以呢 其實有些人可能看以後 覺得說有質疑 那也就是看一看以後 就回去睡覺了 好他可能未必會想要改變 可是有時候改變的發生在一個瞬間 對 絕不放棄這個感動人的心 才有可能造成改變 我就是在爭取那一個瞬間 所以我不斷不斷的走路 居城跟鄉親市民對話 就是爭取那一點點改變的瞬間 嗯 好啦 辛苦啦 選舉很辛苦 107場了 還要繼續走下去嗎 我一定會超過250場 哦 目標是250場哦 哦 10月1號會辦一個募款餐廳 10月13 在哪裡 在台南餐廳 總理餐廳 這間是要募款的 我準備要辦70多 1張1萬 1張1萬哦 10萬啊 所以就700萬了 哦 這樣哦 目標都困難了 哦哦哦哦 嗯 哎 只有台南市民可以去嗎 還是都可以 都可以啊 都可以嘛 我們中華民國國民都可以嘛 對啊對啊 10月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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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6分 10月13是拜幾天啊 拜幾天啊 拜幾天啊 在台南啊 嘿 好啊你的資訊報你 報你的臉書哦 我再聽你分享 哦哦哦哦哦哦 這樣好啦哦 總是啦齁 你看今天很久沒看到 兄哥了嘛 跟兄哥連線一下 啊我有一句話要跟你報告啦齁 你這樣每天這樣走 辛苦 哪有愛顧 身體愛顧 好不好 你那個什麼 拿汉子啊 啊拿汉子啊 只要17做的 現在17就沒做 沒關係 我會跟你送去 哪有什麼那種 那個 抵兄哥 然後他時間在 台南給你看 那你台北要跟我說 這樣好不好 啊他都因為 斷線的關係 我們現在主客議員 你現在是host 你看你面前誰一個host 所以我待會退出的時候 你會留在那裡 兄哥我先跟你報告 你現在看你的螢幕 右下角有個紅紅的有沒有 這個門有沒有 那個門有沒有 你把它擠下去 擠退出這樣就可以了 我先退出像你點名就好了 對對對 直接出去了 好好 兄弟謝謝 感謝兄弟